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班林飞渡,沈世希 我们狩猎队分成好几个小组 在猎狗的帮助下 把七八十只班林逼到甲洛山的伤心崖上 伤心崖是甲洛山上的一座山峰 像被一把利斧从中间剖开 从山底下的流沙河抬头往上看 宛如一线天 隔阂对峙的两座山峰相距约六米 两座山都是笔直的绝壁 班林虽有基建发达的四条长腿 即善跳跃 是石草类动物中的跳远冠军 但就像人跳远有极限一样 在同一水平线上 健壮的公班林最多只能跳出五米远 母班林、小班林和老班林只能跳四米左右 而能一跳跳过六米宽的山剑的超级班林 还没有生出来呢 开始 班林们发现自己陷入了进退尾谷的绝境 一片惊慌 胡乱窜跳 有一只老班林不知是老眼昏花 没测准距离 还是故意要逞能 进退后十几步 一阵快速助跑 奋力起跳 想跳过六米宽的山间 结果 在离对面山峰还有一米多的空中 哀哩一声 像个流星似的笔直坠落下去 好一会儿 悬崖下才传来扑通的落水声 过了一会儿 班林群渐渐安静下来 所有的眼光集中在一只身材特别高大 毛色深踪油光水化的公班林身上 似乎在等候这只公班林 拿出使整个族群能免遭灭绝的好办法来 毫无疑问 这只公班林是这群班林的头羊 他头上的脚像两把镰刀 镰刀头羊神态庄重地沿着悬崖 巡视了一圈 抬头仰望雨后湛蓝的苍穹 悲哀地捏了树声 表示自己也无能为力 班林群又骚动起来 这时 被雨洗得一尘不染的天空 突然出现一道彩虹 一头连着伤心牙 另一头飞越山剑 连着对面那座山峰 就像突然间架起了一座美丽的天桥 班林们凝望着彩虹 有一头灰黑色的母班林 举步向彩虹走去 神情恍惚 似乎已进入了某种幻觉状态 也许 他们确实因为神经高度紧张 而误以为那道虚幻的彩虹 是一座实实在在的桥 可以通向生的彼岸 灰黑色母班林的身体 已经笼罩在彩虹炫目的斑蓝光带里 眼看就要一脚踩进深渊去 突然 连到头羊咩咩发出吼叫 这叫声与我平常听到的羊叫 迥然不同 没有柔和的颤音 没有甜蜜的媚态 也没有绝望的叹息 音调虽然也保持了羊一贯的平和 但沉欲有力 透露出某种坚定不移的决心 随着镰刀投羊的那声吼叫 灰黑色母班林如梦初醒 从悬崖边缘退了回来 随着镰刀投羊的那声吼叫 整个班林群迅速分成两波 老年班林为一波 年轻班林为一波 在老年班林队伍里 有公班林 也有母班林 在年轻班林队伍里 年龄参差不弃 有身强力壮的中年班林 有刚刚踏进成年行列的大班林 也有志气未托的小班林 两波分开后 老年班林的数量 比年轻班林那波少时来之 镰刀投羊本来站在年轻班林那波里 眼光在两波班林间转了几个来回 悲怅的轻蔑了一声 迈着沉重的步伐 走到老年班林那一波去了 有几只中年公班林 跟随着镰刀投羊 也自动从年轻班林那波里走出来 进入老年班林的队伍 这么一来 两波班林的数量大致均衡了 就在这时 我看见 从那波老班林里 走出一只公班林来 公班林朝那波年轻班林 示意性地咽了一声 一只半大的班林 应声走了出来 一老一哨走到伤心崖 后退了几步 突然 半大的班林朝前飞奔起来 差不多同时 老班林也快速起跑 半大的班林跑到悬崖边缘 纵身一跃 朝山溅对面跳去 老班林紧跟在半大班林后面 头一勾 也从悬崖上蹿跃出去 这一老一哨 跳跃的时间稍分先后 跳跃的幅度也略有差异 半大班林角度稍高些 老班林角度稍低些 等于是一前一后 一高一低 我吃了一惊 怎么 自杀也要老少结成对子 以对于对去死吗 这只半大班林和这只老班林 除非插上翅膀 否则绝对不可能跳到对面那座山崖上去 突然 一个我做梦都想不到的镜头出现了 老班林凭着娴熟的跳跃技巧 在半大班林从最高点往下降落的瞬间 身体出现在半大班林的体下 老班林的跳跃能力显然要比半大班林略胜一筹 当他的身体出现在半大班林体下时 刚好处在跳跃弧线的最高点 就像两艘宇宙飞船在空中完成了对接一样 半大班林的四只体子 在老班林宽阔结实的背上猛蹬了一下 就像踏在一块跳板上 他在空中再度起跳 下坠的身体奇迹般的再度升高 而老班林 就像燃料已烧完了的火箭残壳 自动脱离宇宙飞船 不 比火箭残壳更悲惨 在半大班林的猛力梯灯下 他像只突然断翅的鸟 笔直坠落下去 这半大班林的第二次跳跃力度 虽然远不如第一次 高度也只有地面跳跃的一半 但已足够跨越剩下的最后两米路程了 瞬间 只见半大班林轻巧地落在对面山峰上 兴奋地咽叫一声 钻到磐石后面不见了 试跳成功 紧接着一对对班林凌空跃起 在山溅上空画出一道道令人眼花缭乱的弧线 每一只年轻班林的成功飞渡 都意味着有一只老年班林摔得粉身碎骨 山溅上空和那道彩虹平行又架起了一座桥 那是一座用死亡做桥墩架设起来的桥 没有拥挤 没有争夺 秩序井然 快速飞渡 我十分注意盯着那群注定要送死的老班林 心想 或许有个别花头的老班林会从注定死亡的那波偷偷溜到新生的那波去 但让我震惊的是 从头至尾 没有预指老班林调换位置 他们心甘情愿用生命为下一代开辟一条生存的道路 绝大部分老班林都用高超的跳跃技艺 帮助年轻班林平安地飞渡到对岸的山峰 只有一头衰老的母班林 在和一只小班林空中衔接时 大概力不从心 没能让小班林踩上自己的背 一老一小 一起追进深渊 我没想到 在面临种族灭绝的关键时刻 班林群竟然能想出牺牲一半 挽救另一半的办法 来赢得种族的生存机会 我更没想到 老班林们会那么从容地走向死亡 我看得木凳口呆 所有的猎人都看得木凳口呆 连狗也惊讶得张大嘴 伸出了长长的舌头 最后 伤心牙上只剩下那只成功地 指挥了这群班林 集体飞渡的镰刀头羊 镰刀头羊孤零零地站在山峰上 既没有年轻的班林 需要他坐空中垫脚石飞到对岸去 也没有谁来帮他飞渡 只见他迈着坚定的步伐 走向那道绚丽的彩虹 弯弯的彩虹一头连着伤心牙 一头连着对岸的山峰 像一座美意的桥 他走了上去 消失在一片灿烂中 进行 感谢观看